因為靈感要多 可能很多人都會覺得說要談戀愛 那你是不是都沒有談戀愛的經驗 對 那怎麼辦喔 可是 可是談戀愛風險很大耶 什麼意思 談戀愛 妳很邀約會耶 然後 因為 我是一個蠻宅的人 而且我會很怕尷尬 妳看我覺得是台灣的女生 有關女生 有看到這個 其實有 但其實我自己看我是覺得 我是心想 該不會是有粉絲幫我在這邊 喜票吧 沒有 就是 我覺得每個人對美的就是 定義就是真的不一樣 其實比起說外貌上的美 我覺得 內在的美 你的人格 人格 人格上的美 我覺得現在對我來講 是更重要的 你 欣賞 好 因為 我不太好 那麼 你 你的人格 在這裡 我 先和你 立即 你想我 開玩笑 綻綁成五彩的光 彷彎的閃爍著 再見到 最後的我 黑夜懷孕 就是因為我平常不是那種會 也會跟媽媽講很多 比較貼心的畫的那種小孩 但其實 不好意思我比較容易情緒化 那其實在這個日子 我很想跟媽媽說 真的就是 以前從小到大 謝謝您 跟爸爸也是就是一直很支持我 做每一個選擇 然後我也知道說這次 決定休學 然後來讓我出專輯 我覺得這對於父母來說 其實真的不是一個很容易的選擇 那也謝謝他們 這段時間為我 一直 這十年來的付出 因為靈感要多 可能很多人都會覺得說要談戀愛 那你是不是都沒有談戀愛的經驗 那怎麼辦 可是 可是談戀愛風險很大 他一直跟著 談戀愛 你要約會耶 然後 然後 因為我是一個滿宅的人 而且我會很怕尷尬 就是我很怕尷尬 所以我很 我就覺得談戀愛感覺會有各種 尷尬的事情的可能性 然後就 你要跟他去約會 然後 你要跟他兩個人單獨約會 對 你很怕抖手是不是 其實我 我說真的 就我 從你朝來 我不算是 會 常常被告白的類型 因為我在學校是 我在學校真的是 類似有點邊緣人那樣 就是 對我以前在高中 國中的時候 在學校就是 我下課就要在睡覺 或是跟幾個 因為我就是 對我是屬於 比較 在班上 就是很多人可能會以為說 我在學校是怎麼風雲的 但真的絕對不是 我在學校真的是 真的是邊緣的 但我之前還有聽過有男生 在就是 我朋友跟我說 就是可能有男生在背後說 欸還被感覺 很無聊 好個性很無聊之類 因為我在 因為我是屬於就是 我有時候 會自己放空 那我在學校也不是屬於那種 特別火鍋會跟男生 打鬧在一片的那種類型 就有時候 就可能就沒有什麼表情 然後他們可能就覺得 好像很冷淡 無聊之類的 其實我 我比較多是被女生搭賽的 蛤 女生會排斥嗎 蛤 不是就是 就是你喜歡男生 對 對 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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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感情 但是 對 對啦 就是 但比較都是朋友的那種 蛤 蛤 就是 他有 有問說就是 就是 能不能覺得男生 但是 比如說 我可能還是 比較偏向就是 喜歡 就是比較 我是 喜歡男生 對不對 你在喜歡什麼樣的 男生 我嗎 嗯 我覺得 我 我比較喜歡 一篇 呃 我就 比起說 什麼外貌之類 我 我比較更注重 心靈上那種 就是 我相信 靈魂辦理這個概念 就是 心靈更 就是心靈 很契合的那種 然後 如果是要說性格 其實我比較喜歡 呃 成熟然後 能夠兩個人 互相一起 督促 互相進步的 那種關係 其實有 可以走 但其實我自己看 我是覺得 我是心想 該不會 該不會是有粉絲幫我在那邊 喜票嗎 沒有 就是 我覺得每個人對美的 就是 定義 就是真的不一樣 那 那 以前我可能也會很想要 想要很符合大眾對美的定義 然後呢想要 可能對自己有一些不滿意的地方 不管是外觀上還是什麼上 但我覺得 我越來越大之後就是 感受到其實每個人對美的定義 真的都不一樣 就你看網路上很多我覺得超漂亮的女生 但還是會有網友覺得不好看 所以我覺得 現在對我來說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 找到你自己喜歡自己的樣子 然後你自己的特色 然後 其實比起說 外貌上的美 我覺得 內在的美 你的 人格 人格 人格上的美 我覺得現在對我來講 是 更重要的 做甚麼 我覺得 他應該不會不滿意的 好 人格 很 不錯 重